我们继续从这四世纪来学习,夺取这些应许之地的道理。 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记载的,虽然说神已经将这个应许之地要赐给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地把这些地所夺取。 他们后来也犯了很重的罪, 因为他们让这些应该被逐出去的外邦人散居在他们当中。 那这些原来的这些外邦人很多都是拜偶像的。 他们后来也让以色列人都去拜这些假神偶像。 第二章的时候,约书亚就死了。 那他们当中的一些长老也死了。 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对神不忠心。 所以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本身。 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摩西跟这些众长老的身上。 所以我们也要维持做警戒。 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互相关心、关怀是理所当然的。 对那些我们年长者,我们更是要施出我们的爱心。 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任何人身上。 也许教会有一些资历生的年长者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但是他们也会过世。 那我们的信心也不要因为某一些人的过世,然后就跟着烟消云散。 我们的信心甚至要比上一代的还要更好。 圣经说他们不仅仅是不忠心,他们也侍奉巴利跟亚斯塔路。 因为这样子,所以神就在他们中间发怒。 他们开始在敌人面前退败。 他们在敌人面前没有办法得胜。 所以这个情形真的是非常不乐观。 他们拥有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给他们和平跟喜乐的约。 他们现在没有和平了。 他们的生命开始要这样子散来夺去的。 因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了。 所以以色列人开始生活在困苦当中。 但是神是有慈爱的。 我们请读《四诗记》第二章第十六节。 十六节。 神兴起世诗,世诗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虽然说他们犯很重的罪得罪神, 但是神还是对他们付出慈爱。 神给他们很多机会,让这些人可以回转。 我们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如果向神犯罪的话, 我们要赶快有悔改的心。 向神呼求,求神的爱再复辟我们。 神就会怜悯我们。 虽然说神有这么大的怜悯跟慈爱, 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犯罪。 因为神对我们这个犯罪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却像罗马书这边说。 罗马书那边记载说,因为众人他们行邪淫, 然后去敬拜那些可证之物。 神就任凭他们的这些恶行跟血气。 然后男女就是违背了他们的顺性。 男跟男女跟女行可证悟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行这个神证悟的事情。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这些恶行。 虽然说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可是我们如果执意要离弃神,执意不听从神的话,最后神会认凭我们去了。 我们请读第四十八节,二章第十八节。 主神为他们兴起世事,就与那世事同在。 世事在世的一切日子,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 所以主后悔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多么的爱他们。 虽然说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回转。 神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请读第十九节。 极致世事事时候,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主更甚,去侍奉溃败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说,这个世事事死了以后,他们就又回到从前的恶行。 甚至比他们的列主更甚。 甚至比他们的列主更甚。 然后他们向这个外邦的神跪拜。 然后也跪拜,然后向他们的这个神来献祭。 这也是我们为我们下一代所担心的。 我们如果没有把他们神的话语教导他们, 他们可能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恶行所同化了。 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会同化,会跪拜,甚至会来侍奉这些世界的一切恶行。 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当今的环境已经离我说的不远了。 我受洗大概超过二十年了。 我曾经见过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青年人,有一些甚至曾经立志要做传道。 但是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他们不仅仅没有成为神的工人,甚至很多连教会也不来了。 他们也许在这个事业上或学业上有一些成就,渐渐的看到世界一些好处,甚至就离弃了神。 那我们知道传道人的这个薪水其实是很低的,跟外面的薪水是不能比的。 为了一些高薪的职业,他们甚至会转而去寻求这个金钱当作神来跪拜。 当然这不是说很容易可以超越的,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必须要教导我们新一代神的道。 我在想想看,我如果还继续在这个社会工作的话, 也许我的银行的存款会多一点。 但是我会比较快乐吗? 我会比较多喜乐吗? 我的家庭生活会像我现在这样子的充足吗? 那我得到的答案是,完全不可能。 因为我们一旦决心要来追求这世界的话,我们追求神的心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小。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学习啊,我们就不去试着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讲。 圣经说,请愿吃这个很简单的菜肴,可是这个菜肴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吃。 而不是享用肥牛,可是却是充满虫混。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两样都有呢? 有可能说我们也可以享用肥牛,可是跟我们亲爱的人一起吃吗? 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 这样神就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最好的,赐给我们。 我们也许大家有一种错误思想说,只能这个或是那个,其实神愿意给我们最好的。 我看到很多也是相当成功,富足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侍奉也是相当的热心,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很想要开一个餐馆,可是过程并不顺利。 但是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她对教会的这个热心,从来都没有改变。 然后神祝福她,她的这个餐馆生意就做得很好。 她又开了一间餐厅,又开了一间,又开了一间。 但是后来她竟然就没有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没有能力接受神这么多的福气,可是竟然可以保存我们对神原来的信仰。 有的时候甚至神给我们太多物质的福气,反而让我们的信心跌倒。 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子发生。 因为神其实是执意要赐福给我们, 但是神要求我们也要把祂放在第一位。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从。 我们请读第二章第十七节。 《诗诗记》第二章第十七节。 《诗诗记》第二章第十七节。 《诗诗记》第一章第十七节。 《诗诗记》第二章第十七节。 神算辛勤世世来帮助他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这些世世的话 他们去跟这些别神行邪淫 叩拜这些神 他们很快地就离弃了他们列祖 所行的道 因为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 也做了很多恶行 我们知道摩西在四十年的旷野 大部分人都在旷野倒下了 但是圣经这边却告诉我们 我们这新一代的甚至比上一代的更不如 所以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二十节 二十节 于是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他说 因这名违背我吩咐他门列祖所守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二十一节 所以约束牙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 我并不在为他们面前赶出 当然神的用意 一开始是要为他们把这些族人全部赶出 但是以色列人本身并没有这个意愿来做 他们甚至是会拜这些外邦人的神 事奉这些偶像神 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 一开始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 他把这些族就是作为福苦的人 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但是现在是谁控制他们呢 现在是以色列人在控制中吗 现在已经不是了 以色列人不仅仅没有控制这些人 甚至去敬拜他们的神 直到他们甚至已经对这个神的了解 都已经快要被抹杀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世间上的一些劳动 当然会获得一些利益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小心的话 这些利益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咒诅 有的时候我们看说这个人他一天工作 十四甚至十六小时 哇真的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啊 但是实际上这么努力工作 不仅是对个人的身体 对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神的关系都不好 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 我们不是为了生活来工作 我们如果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工作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我们给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跟神 还剩多少时间呢 我记得我太太开这个餐厅的时候 她这个早上五点半叫到这个餐厅做准备工作 有时候回到家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工作 那因为我们开的这个餐厅是主打这个咖啡跟这个越南面 那这个咖啡当然是早上要做的时候比较好喝 我看到我太太跟我的这个子女 他们要打点这个餐厅已经跟筋疲力尽了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能不能这么早开这么电 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早上八点充开 后来我们就说一早上八点开门的时候 都没有人来买咖啡了 干脆就点咖啡的这个生意也不要做了 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早上十一点钟再开 早上十一点开 然后坐到晚上九点 虽然说是九点钟打烊 可是其实回到家都还挺晚的 因为还要打扫啊等等 那我太太跟我子女 虽然说他们礼拜五跟礼拜六就不开店 可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教会有很多工 所以其实他们每天都很劳累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十一点半坐到晚上八点 然后我们的店名也变成只有卖这个越南三明治 就是跟越南河粉 虽然说这个钱会赚少一点 可是至少这个身心的这些地方 可以稍微兼顾一下 那过去一年半钟 因为我太太刚好有怀孕 然后所以每天都工作 大概一两小时而已 那我们请读第二十二节 而社税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造他们列主谨守 遵行我的道不肯 为什么神没有马上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呢 所以说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造 愿不愿意接受神的道不肯 我们大学毕业以后 也许我们在找工作 也许我们说这些工作好像都是礼拜六要上班 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 我们如果真的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不遵守神的命令吗 当然不行啊 当然这也是每一个人的信心做不同的标准 神不会给我们很多祝福 而这个祝福里面的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要不遵守祂的命令 这是对我们一些小小的这个试炼 看我们爱神到底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愿意说为了多得一些钱 然后我们礼拜六就可以去上班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选择 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在神的面前是看为义的呢 我们请读第二十三节 这样神留下各主不肯将他们数数赶出 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我们读这一段经节 可是我们不要错认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说是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决心要把这些人赶出 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这些人赶出 神说好吧你既然决定这样子那这些人就留下来 过去十年当中我也是负责这个夏威夷教会的牧养 那夏威夷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诱惑人的地方 甚至我记得这个我教会几个公务人去那边牧养的时候 在海滩上竟然就有一些人来搭山 因为你去这个夏威夷大家都是在穿泳装 然后大家去那边旅游 然后自然就会好像很快乐 然后做一些放纵情欲的事情 所以说我如果去夏威夷牧养的时候 然后就是傍晚都没有人的时候赶快去游一下游 就赶快回去教会 那甚至有一些女子 她们也会主动过来搭山甚至要你的电话 那如果没有神的话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引诱呢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因为有信仰 所以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 战胜这些引诱 就算我去夏威夷有时候去打球的时候 也有一些异性在那边 我甚至去跑步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 在那边的环境好像大家对这些事情都非常的不注重 有一次我跟另一个弟兄 我们去打球 然后遇到一个韩国人 他也在打球 我们两个人想说 我们跟这个韩国人传福音吧 然后我们就说 也许我们打完以后就吃个饭吧 我们想说 好啊好啊 那我们就去跟这个韩国人 接吃饭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也是可以的 这个韩国人就说 好啊好啊 我们去吃中午 然后带我去一个很好吃的地方 那这个夏威夷弟兄 他已经在那边一生都住在那里 可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这个餐馆的时候 觉得说怎么这地方这么灰暗 你到底是气氛非常的怪异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女生 他们的穿着非常清凉 那我们就看到说 也许这个食物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人说很好吃 然后可是他这个人一坐下来 他就把一碟钱放在桌上 然后就有很多女生的这个逝者 过来要服侍他 我跟这个弟兄就觉得很不适应 我们就说对不起 我们要先走了 然后我们就走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 在那边工作的那些女生的逝者 她们就是穿着非常的清凉 可是对这个人来讲 他可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许他每次打完高尔夫球 就会去这些场所消费 可是我跟这弟兄说 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他虽然在夏威夷出生 在那边是土生土长的人 也从来不会去过那种地方 所以说我们不管我们是活在哪里 是在哪里生活 其实到处都有试探跟引诱 那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跟今生的骄傲 随时都想要吞噬我们 那我们请读第三章第一节 这边说神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 所以神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经 所以神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经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第二代的信徒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第二代的信徒 如果一些小事就好像没有办法承受 那我们先前一代的移民刚来美国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努力地在贫困的情形下努力地前进 我们以前这个如果球鞋坏掉的话 就是赶快拿个针补一补 或是拿这个漆涂一涂 我也说有点点破就把鞋都掉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因为神的祝福 父母如果说比较富有的话 都没有这些经过这些困苦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受到一点点苦 让他们有增加他们的抗压性 我从来不会买说一个鞋子超过50块钱 我现在穿的这个也是在二手店买的 9块9毛9 可是就穿很久了 我从来不会买说一个鞋子超过50块钱 我现在穿的这个也是在二手店买的 9块9毛9 可是就穿很久了 那我现在穿的这个西装是99块钱在这个廉价店买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嘛 那我如果有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是尽量不要把它用坏 那我如果有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是尽量不要把它用坏 那我的这个...我的小鞋子 我的小鞋子他很喜欢买球鞋 他至少有两百双球鞋 这些球鞋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他曾经给我一个...我侄儿一双三百块的球鞋 现在可能价值上千了 然后我告诉他 兄弟,不要给我的小鞋子 他不懂得照顾它 我跟我的这个小鞋子讲说 不要给我这个鞋子这么贵的东西 他不会爱习的 没有,不太确实 每次我弟弟把鞋子放在一身上 因为他太拦了鞋子 他会就把鞋子捏到一身上 然后他会均匀 然后他会均匀的背部 那这鞋子是八百多元 那虽然说是几百块钱的鞋子 他还是这样子穿的时候非常地不注意 一下就把它压烂 那我们这些年轻人 其实对这些昂贵的事物 或是很多时候不会爱习物品 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是九岁 然后我有第一双鞋子 那个鞋子还不是男生的鞋子 是女生的鞋子 虽然说是个女生的鞋子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非常爱护这个鞋子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虽然说是一个女鞋 当然不是高跟鞋 就是一个女生穿的鞋 可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把它保护得非常好 感谢神我们的第二代其实过得非常好 然后父母也都给他们很多的爱 我们希望他们在主里也是非常坚强 是可以能征战的 我小孩虽然才一岁 可是我的满屋子 已经全部都是小孩的玩具了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我上网给他买这些小朋友很可爱的这些球鞋 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发疯了呢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疯狂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很爱我这个小孩 我觉得说我要把我以前没有的 现在都给他 那这些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他 给他很多玩具 也有赛车 也有割草机 甚至可以放假的汽油里面 看起来很像 当然我们给我们小孩子这些东西 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们必须要教导他们神的话 我们要记得他们可以有办法抗压力 远离这些恶事 将来才可以为神做工 那我的小孩至少 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他 就是他不喜欢待在室内 有时候有一点懒惰就给他玩手机看一些东西 他就把手机丢掉 他喜欢我跟他在外面玩 可是其实德州很热 超过一百度 我也都不想出去玩 所以我如果带他出去 踩太阳走一走的话 他就会比较高兴 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 没有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很多争战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简单的 那我们早期搬来移民来美国的是真正的移民 因为我们是没有已经离开了这个祖国来美国 从新开始没有什么可以依靠 这是事实的 现在假如说从亚洲来的一些比较新的移民 他们虽然说人在美国 可是他们的钱都是从祖国来的 然后开豪车住豪宅 甚至可以买850万的豪车跑车 甚至从前柬埔寨是这么穷的国家 很多新的移民也是带很多钱来 但是我们要教到我们下来再说我们 其实生命会有很多征战的地方 那我的这个子女她很年轻 她喜欢一些跑车 那我这个子女就喜欢这些跑车 有时候有些很棒的跑车经过路口 就可以听到她们的声音她想要出去看说是谁开什么车子 我说她喜欢跑车也不是什么不好 但是你必须要努力的去做 那这些跑车也不会凭空的就这样赐给你 那因为每天下课以后她就到这个餐厅里 她就到这个我这个子女就到我这个餐厅里面 开始从这个菜单里面最贵的 开始点点一大堆 然后吃完以后当然是不付钱了 然后她甚至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帖子 然后她就很不高兴 然后我就说你既然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那你就以后你来吃 你要付钱 多少钱我都会要跟你要 碰到这个月 因为你不仅仅是吃免费的还在 还会抱怨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 然后这个服务怎么样 所以家刚用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他就会拿这些杯子做一些事情,甚至这个杯子还可以拿去卖钱 就算是这样子,他也不愿意做 我说,我小的时候,如果人家愿意说把我这个杯子做一些简单的装饰,然后给我一些工资的话,我会很乐意做 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东西 可是他却梦想说要怎么样,有钱要怎么样,什么样的跑车等等 所以说,有时候神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小孩,让他们学习神的道理 我们感觉神不需要经过试探跟引诱,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建立对神的信心 三章第四节 留下这几族为要适令以色列人看他们曾听从神借摩西吩咐他们列主的诫命不肯 所以神让这些族留在那边的用意是这样子 看他们可不可以听从神的这个诫命 那是借着这个摩西搬给他们列主的 我们看看这些留下来的这些国 所留下的就是菲律寺的五个领袖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在黎巴尔山的西魏人和亚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 那这边所留下来的就是以色列的五个领袖和一切迦南人 其实还有很多强壮的这些族群 他们是住在黎巴嫩是很强大的族群 他们就是敬拜这些假神巴利的人 然后第五节 以色列人尽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 他们如果住在这些人当中当然就免不了受他们的习俗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继续来学习 我们请离唱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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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